音樂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台中高工劉振興老師 本單元我們將綜合做一個應用 首先我們會介紹我們的平台的一個移動與旋轉的方式 接下來我們將上面的影片綜合起來做一個整合型的應用 也就是我們要使用網路然後控制我們的自走車的移動 我們在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最主要的要介紹就是這個自走車它的移動與旋轉 因為這個它的輪值是使用的一個非常特別 叫做麥克納姆輪 麥克納姆輪它的移動的方式 跟我們一般的自走車一般的輪胎是不太一樣的 首先如果我們要控制這個自走車我們要它前進 我們只要讓這個四個輪子同時往前轉動 然後這個自走車這個平台它自然就會往前進了 至於後退的部分就是說一樣的我們就要倒過來 讓這個四個輪子同時向後轉 那這個自走車它自然就會向後移動 它就會後退了 至於說這個麥克納姆輪它最特別的一個地方就是它可以 往左平移往右平移它可以做平移的動作 如果要往左平移那怎麼動作呢 我們只要將這個左前輪跟右後輪向後轉 然後左後輪跟右前輪向前轉 然後這時候自然的這個車體就會往左平移 那往右平移它就是相反的動作 也就是左前輪跟右後輪向前轉動 然後左後輪跟右前輪向後轉動 那這個平台就會往右平移 好那至於旋轉的部分 我們看到這張圖我們在車體的中心點一個紅點 也就是說這是我們的一個旋轉軸心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要做一個順時針的方向旋轉 我們只要將左邊的輪子向前轉動 然後右邊的輪子向後轉動 然後這時候就會以車體這個 像我們圖面上所畫的這個紅色這個 為旋轉軸心 然後它就會呈現順時針的方向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然後至於說逆時針方向旋轉 那一樣的我們以車體的中心做我們的旋轉軸心 那我們左邊的輪子向後轉 然後右邊的輪子向前轉動 那這時候它就會以這個車體的中心為旋轉軸心 然後呈現逆時針方向旋轉 那我們綜合之前所教過的這些像一些串流 伺服器等等的 我們來做一個綜合的應用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們的目的 目的就是使用我們的手機或者是電腦 然後透過Wi-Fi 然後我們去遙控這台自走車的一個走向 那同時呢 將自走車上面所看到的影像 我們回傳到我們的手機或者是電腦上面來 那首先呢我們這樣一個自走車上面 我們會先裝上我們的一個核心控制器 也就是我們的樹莓派 好那樹莓派裡面呢 在上面我們會再安裝一個USB的一個網路攝影機 那使用者呢可以透過電腦或者是平板 或者是說行動裝置這樣的東西來做一個遙控 好那怎麼遙控它呢 那首先呢我們會在我們的樹莓派裡面 裝一個輕量型的一個Web API 就是我們所介紹過的Flask 然後我們一個網頁伺服器 我們就會擺在這個地方 然後同時它也可以控制GPIO 那我們在這裡面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無線分享器 好那我們使用者呢 比如說我們就送一個命令 我們透過我們就開啟網頁嘛 然後我們在網頁上比如說我們 連選說前進像這樣的一個命令 然後呢這個命令就會透過無線分享器呢 然後傳到這個樹莓派裡面來 那樹莓派呢這裡面我們收到這個命令之後 我們就會控制去驅動這個輪子的轉動 好就像藍色的這個這個線呢 這個虛線呢代表就是一個控制這個馬達的轉動 那同時呢在這時候呢使用者 其實在使用者端呢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將這個影像的訊號呢 然後透過我們的無線分享器 然後再回傳到我們的一個手機啊 或者是我們的個人的電腦上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車體呢 它現在所看到的影像圍合 那在這個部分呢首先呢我們現在要安裝一個 NJPG Streamer 然後呢還有 Flask 然後還有我們網頁所需要的一些 原件 像 CSS 還有 jQuery 然後至於程式的部分呢我們就是要控制 馬達 還有我們做一個擷取感測器的一個訊號 像我們的一個測距感測器等等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網頁的部分呢 那當然我們就要編寫一個叫做 index.html 的一個網頁 那這是給使用者可以呈現出來 可以看到的一個畫面這樣子 好那我們綜合呢上面所一個介紹 那我們就把它做一個實踐 那至於說那個程式以及那個自走車的一個操作呢 請看我們的影片的介紹 好那我們打開瀏覽器之後呢 我們這裡呢我們Killoo 10.1.1.2 然後5000 然後按下Enter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個呢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呢就是我們在我們的自走車上面的 攝影機所看到的一個畫面 那這些按鈕呢也就是我們來操控自走車的移動 比如說我們按下這個 那自走車它就會往前移動 那在這一個畫面這個地方呢 我們看到的是距離 那也就是我們在自走車前面呢 我們有裝一個超音波感測器 它可以偵測呢 它與前面障礙物的一個距離 那我們這兩個 藍色這兩個按鈕呢 也就是說我們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那當它旋轉的時候它就會 它的影像呢也會即時的傳回來 那所以呢 我們這樣子呢就可以達到我們一個 無人監控自走車的這樣一個目的 那像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可以這樣平移 這是麥克納的一個很基本的一個特性 那像這樣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然後呢我們比如說我們把車子 這樣子做一個旋轉 以上就是綜合應用的單元 如果各位同學對於移動平台的使用 以及操作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網路上留下你的問題 我將在線上為各位同學做解答 那一次就算給你們了 就算了 好 會不會 好像